我們現在就從認識模擬器開始 各位我們進到這個模擬器這裡 你可以先到老師的部落格看一下 進來了 其實這個東西 Autodesk就是有另外一家公司 它也有出 可是這個只有英文版的 對各位來講也比較難 有沒有覺得看起來都很像 對不對 那這個都在線上可以直接完成 那麼在我們WebDuno的部分 現在也有一個就是這個網址 你可以點開就會連過去的 那連過去呢 你會發現跟我們之前玩的那個積木 好像喔 應該來講是一模一樣 只有哪裡不一樣 你看一下右上角這裡 這個地方 有沒有注意到這裡多了一個 對不對這個 很像房子 對對對像房子那個一樣 就這個是以前沒有的 所以如果你要看模擬器 你把它點開 這裡就看到了 那裡面到底有什麼元件 你把它按一下 有沒有這些元件就跑出來 雖然現在還不多 但是你看有超音波 有沒有風明器 也有 然後呢點舉證也有 按鈕啊 三色燈 甚至連這個馬達都有 LED燈都有 好那你按一下 找到之後呢 我先要有一個Arduino板子 按一下不要放 有沒有就跑出來了 那這個視窗 如果你覺得太小 旁邊這邊 你可以把它稍微拉開一點 甚至怎麼樣 從上面這裡 這樣有沒有放到最大 那如果說 欸我覺得這樣不要太大 你可以用滑鼠滾輪 有沒有往後推 往前進 嘿這樣你就比較方便 甚至我可以把這個視窗 把它拉到旁邊來 因為待會兒如果我們還要連什麼 這個有一個網頁互動區 還記得嗎 我們上次點燈啊 對不對 嘿對對對 如果你這個也有 那可能就需要 這個就可以像這樣 調整一下 好那你選完了 你右左邊這邊 如果選完 你就按一下元件 它就收起來 好就按一下 它就打開收起來 所以呢 待會你要玩 就是這樣玩了 你看我拿LED燈 我把它按一下 按著不要放 有沒有這邊就一顆了 那一顆之後呢 你可以任意移動 重點來囉 我把它放大一點 我先放到最大好了 欸要怎麼接線啊 從旁邊就是拉 我們不是有接杜邦線嗎 就是這個地方 你看 這裡 欸順便考考各位囉 請問 長腳是陽極還是陰極 蛤 正還是負 蛤 正齁 還是負 反正接的不會壞掉沒關係 可以嗎 接錯的不會亮而已 不會燒掉 來我們看一下 這邊 我就把它接到這裡 假設我接到8 這裡 我就把它接到接地 這樣有沒有接好了 就這麼簡單 如果不要怎麼辦 點到它Delete 點到它Delete 點到它Delete就好了 請問這樣好看嗎 蛤 這樣接線不好看對不對 你中間你可以按一下 這樣過來 啊 你這裡繞過來 不要這麼難看 這樣了解嗎 你可以自己把那個線拉好 就不會交叉在一起 交叉在一起 OK 那看完了之後 我們現在就準備怎麼樣 來點燈喔 還記得我們上次第一次做的對不對 好 那怎麼做 是不是先從開發板 一樣的 點一下這裡 但是我現在用的是模擬器 有沒有 在這邊用的是模擬器的 好 那它的ID是多少 在這邊 你看到這裡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一個 對 你可以隨便改 改成你喜歡的 沒有人會跟你一樣 好嗎 反正 你喜歡哪一個 你就把它用來這裡 這樣是不是進來了 好 所以呢 我現在有一個開發板喔 然後呢 就告訴他 我有一個 是不是有一個LED的裝置 按進來 但是腳位我剛剛接在第幾個 第八個 對 好 那如果我希望 我現在單純一點 就 這邊 開燈就好 我先讓它開燈就好 好 這樣子 執行的時候要按哪一個 是不是右手邊這個 好 有沒有這樣就亮起來了 請問 這樣有亮燈嗎 你看 線有接進來有沒有 電源接進來了 這裡有沒有按了 線上 就這樣 所以呢 如果你關掉 插頭關 就拔起來了 這樣有沒有了解 什麼叫做玩假的 所以你在架裡面 這些模擬器的這些元件 你就可以先玩看看 雖然跟我們現在手上拿到Smart不一樣 但是基本原理相同 積目都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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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如果你要搭配什麼 我們這個網頁互動區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囉 所以如果你看 要像我們上次一樣玩燈泡的 這邊按了之後 有沒有發現我們左手邊這裡 也是一樣有網頁互動區 好 那麼我們在這邊換成燈泡的 當我按這個燈泡的時候 我先把它初始化一下 就是一進來我先把燈關掉 然後呢如果點到燈泡 他就告訴他我要把燈泡狀態做切換 然後呢 網頁這邊的是不是要換一下 對不對 他有兩個要換 一個是什麼 網頁的 還有一個LED燈 兩個都要換 所以當我按下去 我們就把它Play下去囉 按下去 這裡亮這裡亮 按下去 有沒有兩個都按了 所以 虛擬的還可以嗎 你可以玩玩看喔 好不好 等一下我們要挑戰別的